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距离春节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 在日期间看到许多一二三千元等高性价比主机 挑战吃鸡、战地、GTA5等大作 由于我之前一直用的笔记本也缺点多多 因此决定自己也装机挑战一下 考虑到预算问题 配件大部分是先于二手 总预算定在两千元左右 首先是主板 考虑使用1155平台的主板 但有大佬指出H61、BG5等主板翻车率较高 所以此次选用的是一块同位1155平台的英泰Z77大版 CPU选用的是一颗i5-2550K 因为许多游戏都是相对是主频而不是线程 而i5-2550K是不带核显的 因此据说超频潜力更大 显卡选用的是迅锦RX480 4G版 卖家说矿龄只有半年多 希望买回来不要翻车 内存条选用的是两条金士顿骇客神条DDR3 16008G 330元打包买的两条组成双通道16G 固态选用的是大U盘基石顿UV400 240G 机械硬盘选用了一块2TB的细节硬盘 固态加机械 游戏资源两不五 电源方面 考虑到后期可能会进行超频和升级 所以不如一步到尾 直接选用了长城巨龙1000瓦额定 至于散热器方面 我没有选用玄冰400的散热器 而是选用了小牌 冰蚌 三风扇 六桶管散热器 貌似效果更佳 最后是机箱 选择困难症的我 最终选择了干化玻璃 侧头白色机箱 现马工匠5号 好的 下面来看一下清单 一共2144元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就是 每个配件不是买的最低价 我当时选的都是 配件看上去比较靠谱 卖家细域较高的那种 而且为了能快点专机 所有的配件 基本都是一天之内下单的 价格一点也无所谓就买了 如果多吨几天 绝对轻轻松松 就可以把价格控制在2000元以内 好的 废话不多说 配件都到齐后 开始了专机工作 好的 专机完成 开机吧 嗯 点不亮 放车了 啊 主板抱错 55错误 好吧 我重新插进那层条 金手指 再次插入 主板又抱错 27错误 好吧 我再次把所有接口 扒下重插 还是27错误 好吧好吧 这次我把CPU重新拆下 把CPU触点插了一遍 并且检查一遍主板CPU针脚 打着手电 仔细检查后发现有两根针脚似乎弯了 我只好小心翼翼的用牙签把它录直 然后再次装上CPU 再次开机 哎呦 终于亮了 好的 把早就准备好的系统U盘插上 设置U盘为第一启动响 开始V10装系统 系统装好后 第一时间下载Steam装好需要测试的游戏 并且把A卡设置为优化性能 打开控制面板 电源选项 选择高性能 顺便再下载个不大师跑个分 我们就暂时不超频跑个分看看效果 因为开启录屏软件会影响分数 所以暂时选用手机进行屏设 好的 在不超频的情况下 总分是23万分 那接下来我们就小小的超个屏 因为每颗CPU体质不一样 超频到CPU最大稳定工作频率 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进行不断调试 并且在极限频率下 或者散热器肯定压不住 所以为了节约时间 这次我们就简单的把频率超到4.0GHz 内存频率也顺便从1600小超到1867 OK 保存并重启 好的 成功进入到桌面后 可以看到频率已经是4.0GHz了 我们再来跑个分 好的 总分25万分 不仅CPU分数高了 显卡我没超频分数也上去了 这是因为卢大师的显卡跑分 和CPU的单核性能有关 总分相对于超频前 整体提升8.7% 其中CPU提升14.2% 显卡提升7.7% 但卢大师只是娱乐大师 看看大概就行了 至于噪音方面 并没有出现网传的笑角声 正常的风扇声音还是有的 下面我们进入到游戏测试 需要提前说明的是 为了由于做视频 在游戏中我开启了 录音软件 帧数受影响普遍下降了一些 关掉录音软件 实际效果要好删许多 首先是绝地求生大逃杀 打开设置 屏幕分辨率选择1080P 屏幕比例100 把看距尺 纹理 可是距离设置为高 其他为非常低 可以看到在数值观察 有人的地方 帧数大概是70-100帧左右 而在没有人的广阔场景中 帧数达到了100-140帧左右 在飞机上和跳伞过程中 有100-130帧左右 在野区搜资源过程中 帧数大概是80-120帧 在皮卡托程序开车疯狂嘲讽中 帧数在60-80帧之间 最后我自食其果被无情反杀 重新跳伞后 我再次来到了皮卡托 并且落下了全心软件 钢枪中帧数在80帧左右 打药填包在100帧左右 打药填包在100帧左右 最后送到快递 好的 接下来是CSGO 在军队竞赛 山林小在地图中 分别名是3080帧 那就是军队竞赛 在记录中 帧数大概在110帧至200帧之间 在军队竞赛 在军队竞赛中 分数则降到了110-140帧之间 接着我们看看 诚埃4表现如何 接下来是 跨证了是直接用来弄扬滑车 没有家里调损 由于是拉力赛 地面崎岖不平 你也不管那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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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表现有个多,大概在80-110cm的时间 最后转移台上翻车 好的,游戏测试怎能少得了GTA5 看看GTA5表现如何 在GTA5中,我对画质设置不做调整 刷新率默认是60Hz 正好我的显示器刷新率也在60Hz 高于60帧对我来说都是多余的 在暴雨天气跑步过程中,帧数稳定在60帧 跑在接到飙车的过程中,真正还是文明在60帧 接着在飞行过程中,真正还是文明在60帧 不管我如何翻滚,即使转晕了也还是60帧 最后在最后爆炸的瞬间,真正终终于短暂的降到了50多帧后 又回归60帧 我们再来看看彩虹6号表现如何 最后在最后爆炸的瞬间,真正终于短暂的降到了50多帧后 彩虹六花我同样使用的是1080P分辨率默论画质 帧数变化在100-120帧之间 好的,我们再来看看巫师山,广列 还是在1080P默论画质下 在野外骑马场景中,画质始终在60帧左右 而在对画场景中,质数也是文明载的60帧 最后在野外脱口过程中,质数同样文明载60帧 最后我们来看看全境封锁 老样子还是1080P默论画质下 独自在街头的场景下,质数在60帧左右波动 在与多人对战中,质数同样在60-70帧之间波动 好的,以上就是游戏测试的所有内容 整体来说,我觉得这张2000元神机表现还算是优秀的 毕竟不是每个人的显示器都是电竞显示器 刷新率都是144赫兹的 不是每个人都是职业玩家 需要高刷新率才能发挥出自己的水平 大部分人的显示器刷新率大多是60赫兹 高于60帧的表现并没有太大意义 能够五零载60帧就已经很不错了 毕竟价格白在那儿 还要什么自行车啊 在硬件方面,由于预算问题 大部分配件都是选过的二手硬件 但是只要不贪小便宜 多花点时间,多顿多看 选好那些看上去相对靠谱的配件 还是不容易翻车的 相对于有些大楼的1000元神机 只有一个120G的固态 只能专一到两个大游戏 想换游戏还必须删掉上个游戏 而我这台是240G固态加2T机械硬盘 装上个十几个大组,轻轻松松 还剩下大把空间可以存储 学习资源什么的 但是需要说明的是 由于这台电脑的硬件大多为二手 各个硬件的剩余寿命未知 很有哪天哪个硬件就挂了 到时候耽误的时间和所需要花费的精力 金钱可能也不少 而对于现在手头拮据 却又需要台性能还不错的电脑 对我来说管不了那么多了 至少用到现在还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剩下的就顺其自然吧 好的 那么这期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关注,点赞,投币和收藏 那么下期再见